你開廁了 好啊 Hello, 你好, 大家好 對了, 方學生 我們都安靜一點 我們看一下我們的地方 可以安靜一點 看看有多少朋友 進來我們的Facebook 很久沒有Live 見大家 好 同步到 看看有多少朋友進來 我相信大家看到我這個board 後面都知道 我是在關注張君澳 藍田隧道地盤 再爆疫症的問題 由第一波 張藍隧道 最初有29位的群組爆發 即地盤 包括親友 另外 早前 早幾天 有16個 是出現確診 政府都叫了去停工 但無奈 加上今天 應該是今天 新增了11個確診 這件事 比較好關注 和大件事 總共 張藍隧道 確診的層組 現在到今天為止 總共有56位居民 56位 當然 這個群組 不只是 張君澳 是覆蓋全香港的工人群組 居民都很擔心 為什麼呢 地盤是很大 工地 涉及有5個大型工程 包括張藍隧道 爆破工程 還有P2路 我們在海邊填海的工程 他們還有一些南橋 北橋 以至到相關 因為涉及整體配合藍田隧道 接下來也有跨灣橋那邊 也是繼續施工的 我們大家說 張藍隧道的工程 是說151億的工程 現在本身有6個工程 現在只剩5個 除了張藍隧道 是停工之外 其餘剛才我說的 所有的工程 是仍然在開工 前日 昨天 東張西網都出了街 都知道 東張西網都有影道關注 以及張藍隧道 為什麼會這麼短時間 復工之後 這麼快又出現這個群組的方法 我在這裡呼籲大家 如果知道有些內情 甚至我們衛生服務中心 未能夠知道 或者你們的地盤工友 如果知道有些可以改善的方案 請你提供 亦都可以WhatsApp 或者在Facebook留言給我們 或者Private Message給我們 根據我們的留意 或者我先介紹一下 我身邊有陸秀貞 先打招呼 陸秀貞 先打招呼 先進來鏡頭 未進到 再近一點 是的 我們的關注 其實現在這56位的朋友 差一點 比較迫一點 但無論如何 施工的問題 在討論 就是 譬如甚至 我可以給一些照片 因為我們之前 我們都有去到 這個張南隧道的現場 是的 其實他們的施工的情況 其實很多環保斗 他們做一些貨櫃的辦公室 或者給員工換衣服的地方 真的存在一個很大的 很容易會傳染到感染的地方 尤其是貨櫃應該抽風系統 封條 根本沒有 完全沒有抽風系統 它只是給冷氣 因為我自己去過現場 首先 這麼多的街坊 我呢 就是 這個 COVID-19 剛剛出了報告 是negative 當然 我也有巡查工地 或者各方面 發現到其實 都幾多漏洞 一就是 它在那個貨櫃裡 它不單是換衣服 它也會休息 甚至會吃飯 吃飯 吃飯除了口雜很危險 一爆再爆 不覺得有第二波 是的 其實這個情況根本就是存在著 我們看到就是 我撥一些相片出來 給大家去看一下 即現場的情況 其實 其實很難怪工人的 實質 譬如我們可以 或者 綠色姐 可以 forward 一下 這些相片 譬如好像 這個工地 其實正在開工 你看一下 我們可以 推一下 給朋友 看一看 鏡頭 對了 再看一看 大家看到 鏡頭裡面 都看到工友 例如 紮鐵工人 他們真的不戴口罩 他們在施工 是大概 之後 早 11 12點 這樣 他們真的 我想說 我們很體諒 大家工人的情況 我們再下一張一倍 再撥 就是 情況 所以我說 土木工程拓展處 就是 他們完全是 大部分的工友 在施工的現場 是不戴口罩 是的 這個都是一個 認明一章 都會看到 我們比較簡陋一點 就希望大家看到 現場的情況 我亦都很關注 這些工地 是 是政府的工程 是的 政府的工程 土木工程拓展處 衛生處 是必須要加強去 去處理一下這個問題 如果你說政府施工的工地 你都是這樣縱容法 那你檢教私人的工地 他們那個處理 就是更加會差 這個就是貨櫃 外面呢 就是 就是有些飯盒 就是 變成都是集中一起 在那裡吃飯 就是 看到一些照片 你真的可以再大一大 給那些朋友 看看 就是之前呢 東張西莫也都有 折錄過一些 這類的情況 大家會在鏡頭裡面 你會看到 在貨櫃前面呢 也有些飯盒 就是 食證 停在那裡 那不要說 環境衛生 現在是說 大家 就是 仍然是好像 很輕鬆 和 放任 好 下一張我們看一看 下去 承擔箱 和 公務部門那裡 其實都要加強 他的地盒 衛生 的意識 有時候工人 其實都沒有辦法 他未必想這樣扔 但是可能 垃圾桶又不夠 又不知道扔去哪裡 喂 那你落標 不是 他落標 你遞這張照片嗎 你落標那個承擔箱 譬如好像 Bilking 或者中國 建築 這類 你不必需要 你給多些資源給工人 譬如現在你鏡頭看到 你有四個貨櫃 那我們之前 直接看到有 有工人 是把垃圾扔到海 就是我們有些助手 是看到 我們說回來 你看到他每個貨櫃都很簡陋 就是很明白到 做工地 當然是在那個附近吃飯的 但是 你們有沒有監管過 就是 每一個工人的距離 現在是擺明是有感染 還有 我們也關注究竟 你停工那個地盤 那些二盤三盤 會否他的工人下面的工人 走了去 你停我這個大的地盤 但是你又沒有停其他四個地盤 他會否轉移去其他地盤 繼續開工呢 這個存在非常有很大機會的情況 引致到 為何 為何 在將軍澳藍田隧道這個工地 會有五十六個的確診 現在很擔心還會有爆發 如果政府包括公務科 包括土木工程復展署 他們和一些衛生署 是應該要真的加強衛生 除了監管方面 特別是工人 工人監管 包括可能勞工處 究竟會不會被羅列一個名單 現在只是靠業界自律 是搞不定的 因為業界 譬如他有時請工人 他二三三殺 即是二判三判 他下面的工人 講得難聽些 有時的雜工 清潔 今天出問題 是管工和清潔都有份 都不是雜鐵工人 你明白嗎 因為清潔就是接觸那一堆 對 飯盒 是工人的口罪 對 完全講中 還有一件事 他們地盤換了的衣服 你知道衣物在工地 你很多人淹除了之後 他第二天又翻著 他完全是沒有消毒 你只是消毒這隻手 怎麼夠呢 這是第一 第二 他們的消毒系統 我見到有 他都不斷在入閘門口 有一瓶瓶瓶消毒的泡 但是都不夠 最離譜的一件事 我希望衛生防護中心 因為疫情正在爆 我才這麼緊張 特意做一個Live 告訴政府 所有工地現在出現的問題 就是 它的流動廁所 其實我昨天已經拍了 那個流動廁所 其實很久都不去洗一次 很久都不泵走睡一次 大家都知道 COVID-19是可以透過 糞便去傳染的 我們拍了工地那裏 有些流動洗手間 我們直接租給你看 這個廁所清潔和前後那兩張照片 我們又再給 我們沒有那麼多online的 現在大家看到那張照片 就是那兩個的流動洗手間 就是在江南隧道工地上面的流動洗手間 好了 大家看到這兩張照片 然後我再撥去旁邊 就看到一個流動洗手間的紀錄 撥前撥後應該有的 清潔紀錄 這一張 你下一張 這個就是廁所清潔紀錄 其實我就翻查了 我們再揭另一張 你會看到第六點那裏 其實就是 第六點你定一點點 就是吸睡 吸睡和糞便儲存 那個清潔和消毒水 它其實就是 譬如它上一次是29號 其實它29號到4、5天 它都沒有吸睡的 你知道那些糞便 就是 所謂上面有梯梯 下面第三格就沒有的 另外一格就去到 就是大概整個星期左右 這個就是一個病菌傳染最大的問題 大家都知道袁國雄都在說 譬如那些糞便有機會在那裏傳染上來 那因為那些流動床 那個座廁下面那個 那個儲睡那裡 其實是一隻黑色的蓋子 大家明白嗎 其實它有一個很大的廳 就儲著糞便 但是你進去 其實你一樣是吸著那些空氣 那些COVID-19 那些直前的一個 就是差不多密閉的空間 它只是幾條膠縫 那些小窗 即是綠秀精有沒有用過 這些流動廁所 在迫於無奈格情況之下都要用 是的 譬如好像我那樣 我去跑這個渣打馬拉松 十公里 那你在highway上面 你當然是被迫著要用 但是如果不是這個情況的話 就真的沒有什麼理由 即是綠秀精幫我把那個鏡頭 移一點點過來這邊 移一點點 移一點點 是的 是的 如果其中一個傳播COVID-19的情況 如又涉及可能影響了確診的 就是有機會是一個流動 那個洗手間而引自己 轉過來我這邊 哎 是的 OK 那麼綠小姐 你回來了 好了 她也回來了 是的 其實走過都有陣味的 你不要說的 易用那個 是的 所以其實不太想用的 否則非必要的話 所以我就是更加關注了 我都黏了你一點點 就說 衛生服務中心 現在工地其中一個引爆感染的情況 就是一些流動廁所 它裡面的糞便是 可能絕對不是每天都清 天天清 今天又有11個 是的 所以 我的直播呢 是因為我們真的走去工地 還有走運了貨櫃 看到衣服 工人的供應 比如衣襪 他有穿制服 衣服 那些衣服就是經常洗 那大家做工地的工友 已經很辛苦了 那你們的貨櫃可能又不足夠 即是被人家拋一堆 那變成了解決的方法 當然衛生服務中心 你們可以加強它們去消毒 清潔 一早要倒走睡 是的 還有他們吃飯的時候 會不會有個位置可以隔開他們 然後分批吃飯 不要一次過幾百人在一個貨櫃裡 幾個貨櫃裡一起吃 陸小姐不是做工地的 但是她說的就是對的 怎樣去隔開它 這些都是基本工 其實我們都不應該把責任推在工人身上 絕對是 因為配套問題是很重要 因為工人沒有辦法 可以跟你搭個貨櫃 如果沒有洗飯箱的紙 當然是老闆給的 有什麼理由要工人去捱呢 所以現在平工呢 如果政府的工程 那就大個天 資源又多 所以他們相關的發展商 投了的承辦商 其實它有責任提供更好的設施 配套 和分段階段吃飯 提供更乾淨的清潔制服給員工 加強清潔消毒 加強每天泵走些流動廁所的糞便 減少傳播感染的問題 這樣才能真真正正解決 張南隧道這個地盤再爆感染的問題 我想告訴各位市民聽 不單止防護中心需要專注在張南隧道 其實舉一反三 就已經可以反映了 其實之前譬如說環保區 康城九旗試過 很多工地的工人都是很辛苦的 日曬雨淋又大風吹 連一個貨櫃都沒有 又是很艱難 但是因為現在疫症非常時期 希望大家都要積極去分開吃飯 和包容和加強消毒 但是承犯商更加是雜負蓬太 因為你中標 你說中了幾億 十幾億的標 譬如什麼禮頓中國 這些大佬 你標傾這些 你們應該要撥多更多資源去處理這件事 以避免這類的情況繼續發生 相關的其他建築工程用地 其實我認為 不單止是土木工程托建處 其實就算屋宇處 建築處 你們相關 highway 都有很多工程 其實你們如果都要有一個很清晰 或者包括可能涉及勞工處 你們現在來的 以往所有工地 那個工人的名單 可能都是一個自己營商的一個名單 但是因為有疫情 因為你們是集體一個工作 群體的工作的基礎 所以我覺得這個名單 衛生署是需要加強去跟進 避免如果有同類型的 如果假設一個工地 是有確診的個案 譬如好像剛剛現在 那政府就應該要掌握到 那個工人其實還有沒有兼任在其他地盤 做同類的工種 沒錯 譬如舉個例 這次張南隧道有1500人 他閒閒地 如果有100個 就射到第二個地盤 那你就 扎閒南隧道的棚 又去搭隔離 不知道哪個住宅的棚 對 你怎樣監管 對 他通常還有一些外判的工作 對 你不是說 只是 in site on site 那幫工人 如果你還有一些外判的工人 譬如好像我舉個例 如果說起樓的 好像 我想分享一下 上一次 我們的社區 亦都有居民 是屋宇署的同事 是受確診感染的 據朋友和我們反映 確診的朋友和我們反映 其實他們不是到處共和 他們事實上是有去過一些工地去巡查 或者去體積的 那其實是否由於有機會就是那些工人 或者那些管工 或者那些監工 有感染了 而被引起屋宇署的同事呢 其實我覺得 這件事就是 就是 張竹君醫生都很關注那個問題 因為其實地盤環境都局促 而病毒又可以經空氣傳播和感染 那其實屋宇署的 如果有一些政府部門的同事去巡查 其實很難的 很可憐的 是啊 是啊 所以我都很關注這個問題 而事實上 真的有確診的個案 所以我也都在這裏再三叮囑 就是在建築工程的地盤 如果那些承辦商再不去檢點 加強去勸喻和規管公有的問題 而引致到有確診而集體整個地盤 都要停工其實對你們的營運 其實對承辦商都沒有好處 要搞到要再停工再延期交貨的話 是啊 所以 希望 拜託各位同路人 以至到真是行業的代表 好了 請大家 首先要加強去個人外生 第二就是在工地地盤的管理上面 整個建築工程的管理 是需要再加強 以及透過衛生署去協調一下 好嗎 今天我們那個Live差不多 今晚是否氣溫下降 是啊 今晚的氣溫 預計是會跌到只有八度 真可憐 大家要穿多些衣服 這次疫症 在地盤工地上 大家是要關注的 還有一件事 最後就是 我知道很多我們張海道區內的居民 很關注 就是有時工友都是同融 一些同一個地鐵站 所以大家都更加關注 所以大家再繼續 不要鬆懈 在那個防疫那裡 譬如扶手梯 地鐵那些扶手 你用完碟完之後 一定要消毒 那我自己都戴著瓶 永遠看到碰到升降機 自己都是要碰一下 甚至我會過分一點 有時想 兜口兜面都會 希望能夠 這麼艱難的時候 等疫苗來到 看看可否真的切切底底 打贏這場仗 OK 好了 保暖保重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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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靠六獸星 拜拜